和冰姐的对话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问题 你也想再追问冰姐 其实很开心 很难得我坐在香港小姐旁边 我立即高了整个人 谢谢 我刚才有听说 在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完全感受到美貌与智慧这句字 真的在冰姐上完全反映出 谢谢 读到书 功诚力很好 亦很有艺术感受 有艺术感受 有贪美的 也说回以前选美时 那种情怀 好像跟现在有些不同 是的 我想以前有些人比较顿 其实因为资讯没那么发达 而且现在很小的女生 全都知道了 很多地方都去过 世界都见过 还有可能现在社会 我想比较公利 接下来有香港小姐 我就觉得就是 跟那些小孩说什么好呢 其实就是 每一个人如果都可以 很 怎么说呢 很诚恳地当每一个经验 都是人生的过程 他就会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反而你说 是否要赢 是否会输 或是否要摔背脊 要不要搞这么多 很多洗浓重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需要 都是努力 尽量享受过程 比比赛的结果更重要 嗯 嗯 就是很多集里面 听到冰姐说 就是刚才走下 又泪满 又得又失 嗯 学习失去 这个字呢 我立即听完之后 我写下了 原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经验 从过程里面 原来冰姐会回想到 原来我失去了那些东西 我不需要的 就是享受过程 快乐到不得了 就是 曾秉庭刚才说 快乐那两个字 那种喜悦的心情 是很自然流露着出来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也就是刚才所说 给我们叫做新选美的人 就是 享受过程 是吗 你认为 什么人要去参加选美 我是觉得这样 对于想认识自己更多的人 好奇心大的人 嗯 就 有表演欲的人 是 全部都可以去参加 嗯 就是 那他就会享受到 反而如果是 你打算 我要经过选美的过程 就要达到什么目的 或者我要入娱乐圈 我要做明星 这样都可以 可能是你的目标之一 但是不要拍得那么重 因为其实 我自己做了这么多 就是做了这么多年人 是 有时我发觉 你越是求行 或者你越是拼命 拼命 拼命 去要那样东西 你结果得不到 嗯 反而在过程中 你尽量享受 然后 慢慢 每晚 命运就会给你的 很有趣的 其实 那么多年 我们都看到了 通常 赢了那些 就未必 或者是我们眼中最成功的 或者是他最达到自己的目标 反而是周边的人 很有趣的 原来人生就是这样 那样东西 你很相信缘分 是吗 我几次都听到你说缘分 我不单是相信缘分 我已经很相信命运 当然 当然 我觉得人 要努力 尤其是你对自己有责任 答应 所要做的事要做 还有我决定 一样东西 希望尽量做最好 以后那些 你就交给命运 天有安排 在心理学角度 一个人 去信命运 去信缘分 那样东西 其实你们怎么演绎 这一件事叫命运 或者缘分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 有不同的宗教 或者不同的 我们叫做那些 心灵鸡汤 什么都好 很多时候都分开一件事 叫做活在当下 是 口受每一刻 就是 我们叫过去了 想起也没用 过去了 未来发生的 因为你担心也没用 这些都是去到当下那一刻 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们叫做 我们不会太过强求 好像兵姐说 我们不要太过计划 原来计划 你有求 你就有损失 意思是你未必去到目标 或者目标 有些人会搬龙门 搬龙门 你便会开心一点 是不是 我想考第一 我第三也OK 都很好 这些就会开心 但因为考不了第一 而第三也会不开心 那就比较难 所以 其实 就是压力 你能够活在当下 开心心 享受一刻 你会有赚 而且压力是舒缓了的 你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就是要努力 要坚持一些事情 要做这件事 过程没有少 可能你仍然有好的表现 这也是轻松 但某程度上 有一定的压力 也会令自己进步 也不要太放松 放松 别人觉得你很便宜 你也不认真 这个拿捏是困难的 但在过程中 学习得到 成长 挺好的学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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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